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同意的位数不多的事情之一是 当前的新闻媒体环境存在严重问题 保守派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谴责自由派媒体 称其为民主党和最近大型制药公司的一个薄薄的分支 与此同时 进步人士似乎将美国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 都归咎于亿万富翁创建的福克斯新闻 就连建制派媒体人也在为他们的同事 对特朗普起诉书和2024年大选的报道而烦恼 他们所憎恨的候选人对他们的生意如此有利 所有这些批评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实际上 他们只是统一基本论点的变体 媒体本应在我们的政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对利润的盲目争夺已经腐蚀了新闻业 使其无法服务于其更高的目标 事实上 这完全是倒退 当今媒体的问题源于政治 而不是利润 新闻业的核心是一种服务 人们收集有关最近或正在进行的事件的资讯 并将这些资讯传达给感兴趣的人 人们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的原因有很多 而且 重要的是 新闻消费者的目标可以 而且确实会有所不同 也许他们想要有关他们居住的地区 或他们关心的特定原因的新闻 也许他们正在努力 跟上直接影响他们工作的发展 或者 也许他们喜欢学习某些东西 或跟上一些名人或团队 存在很多种类 但我们也可以确定新闻消费者的二分法 一方面是需要特定资讯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的人 想象一下 一位父亲监视暴风雨 试图确定他是否需要将家人搬到龙卷封闭所 或者想象一下 一位高管在外国政变后决定他是否需要将附近的员工从潜在的危险境地中拉出来 另一方面 出于娱乐或教育目的消费新闻的人 想象一下 有人想在下班后踢起脚 听他最喜欢的体育评论员分析 NBA选秀结果 或了解关于一些名人夫妇的最新戏剧 一组人需要准确的信息来权衡一个严肃且可能代价高昂的决定 另一个人想从舒适的客厅里享受部落主义或八卦的倾向 这两种类型的新闻消费者都可以在市场上满足他们的独特需求 但是当政治进入画面时 他会以最糟糕的方式将这两种人口统计数据混为一谈 从很小的时候起 我们就被教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作为选民的我们决定政府做什么 我们有义务随时了解政府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是掌舵人 因为好公民了解银行机制 气候科学 移民趋势 阿富汗东部的部落动态等等 换句话说 好公民关注新闻 即使这是一个理想的理想 事实并非如此 政治进程也永远无法激励我们从父亲监控危险风暴或高管权衡是否撤离员工中看到的谨慎 深思熟虑的新闻消费 最多只有少数人参与这些情况 而且因为父亲和高管都对他们关心的人的安全负责 而且是补偿任何人的财务状况 就高管而言 他们都会非常清楚选择错误的危害 此外 重要的是 他们可能会清楚他们是否在事后选择了错误 选民和他们本应控制的政府都受到保护 不受这些激励和反馈机制的影响 即使在超本地规模上你的投票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这降低了可能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 除此之外你可能正在投票给一个会做出许多决定的政治家 而且由于政府在制度上不受经济损失的影响 因此关于是否采取了正确行动方针的反馈也变得模糊不清 请记住 这一切都在地方层面 扩大到州或国家层面 这些特征被复合到荒谬的地步 那么 选民几乎没有动力确保自己是对的 并且在犯错时也受到保护免受反馈 这与那些消费体育和娱乐新闻的人一样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如果你应该遵循这些东西 尤其是在选举之前 为时模布消费更有趣的选择呢 缺点是什么 还有什么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部落主义知识分子垃圾食品更有趣的呢 被告知你是对的 你不同意的人是愚蠢的 这感觉很好 并不是说部落主义的知识分子垃圾食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大多数体育媒体都是这样构建的 只有当它与现实世界的政府政策混合在一起时 它才会变得危险 因为请记住 政治是关于使用暴力迫使人们以他们不想的方式行事 这是致命的严重的东西 在世界各地造成很多痛苦 贫困和死亡 政治 而不是经济 是媒体问题的根源 市场善于让消费者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并不能免除建制媒体或政治阶层的责任 正如其他人所表明的那样 他们从这种政治化的媒体环境中受益匪浅 而牺牲了我们 但政治扭曲了人们的媒体消费 驱使他们消费那些 证实他们对与他们无关的至关重要的话题的偏见的内容 鼓励他们在枪口下将这些糟糕的决定推向现实世界 并保护他们免受犯错的直接成本 我们为食膜会期望它进展顺利 Chat GPT 当今美国人中 唯一可以达成一致的观点之一是 当前的新闻媒体环境存在严重问题 多年来保守派一直谴责自由派媒体 称其为民主党的伪装工具 最近又指责其为大药企的帮凶 与此同时 进步派似乎把由亿万富翁创建的福克斯新闻归咎于美国面临的每一个问题 即便是主流媒体人士也对同行在特朗普的起诉和2024年选举方面的报道感到担忧 他们正为他们所憎恶的候选人对他们的业务如此有利而苦恼不已 所有这些批评似乎是独特的 但实际上 他们只是同一个基本论点的不同变体 媒体应该在我们的政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对利润的盲目追逐已经败坏了新闻业 使其无法履行其更高的目标 事实上 情况恰恰相反 当今媒体的问题源于政治 而不是利润 从本质上讲 新闻是一种服务 人们收集关于最近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资讯 并将这些资讯传达给感兴趣的人 有很多原因可以促使人们为此付费 而且 重要的是 新闻消费者的目标可以多种多样 也许他们想了解他们所在地区的新闻 或者关心特定的事业 也许他们试图跟上直接影响他们工作的发展 或者 可能他们喜欢了解某些事情 或者跟上一些名人或团队的情况 有很多变化 但我们还可以确定新闻消费者的两分法 一方面 有些人需要特定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想象一下一个父亲正在监测一场暴风雨 试图确定是否需要把家人转移到龙卷封闭护所里 或者想象一个高管正在关注一场外国政变 以决定他是否需要撤离附近的员工 以防止可能的危险情况 另一方面 有些人则是为了娱乐或教育目的而消费新闻 想象一下 一个人下班后想要放松 听听他最喜欢的体育评论员分析 NBA选秀结果 或者了解一些名人情感的最新戏剧 一组人需要准确的信息 来权衡一个严肃且可能代价高昂的决策 另一方想要从起居室的舒适环境中享受部落主义或八卦倾向的乐趣 两种类型的新闻消费者都可以在市场上满足其独特的需求 但是 当政治进入画面时 他以最糟糕的方式混淆了这两个人群 从幼年时起 我们就被教育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作为选民决定政府做什么 我们有责任了解政府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是指引这艘船的人 因为好的公民应该对银行机制 气候科学 移民趋势 阿富汗东部的部落动态等方面的知识充满了解 换句话说 好的公民会关注新闻 即使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理想 事实并非如此 政治过程也永远无法激励人们向父亲监测危险的风暴 或高管权衡是否撤离员工那样细心 审慎的消费新闻 至多 只有一小部分人参与其中 因为父亲和高管都对他们关心的人的安全负责 并且在高管的情况下 还关心公司的财务健康 所以他们都会非常清楚选择错误的危害 而且重要的是 在事后他们可能会很明确的知道他们选择错了 投票者和他们所谓的控制的政府都受到这些激励和反馈机制的保护 即使在超局部的范围内 你的投票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微不足道 这降低了可能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 再加上你可能投票支援一个将会做出许多决策的政治家 并且由于政府在制度上免受经济损失的影响 是否采取了正确的行动的反馈也变得模糊不清 请记住 这都是在局部层面上 放大到周或国家层面 这些特征被放大到了荒谬的地步 然后 有什么奇怪的是 那些没有多少动力确保他们是对的投票者 当他们错了时也受到反馈保护的人 会采取与那些消费体育和娱乐新闻的人相同的媒体习惯呢 如果你应该关注这些东西 尤其是在选举之前 为时磨不消费更有趣的选择 有什么坏处呢 还有什么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部落式知识垃圾更有趣呢 被告知你是对的 与你意见不合的人是愚蠢的 这感觉很 并不是说部落主义的知识垃圾本身就是问题 大多数体育媒体都是这样结构的 只有当它与现实世界的政府政策混合在一起时才会变得危险 因为请记住 政治是使用暴力来迫使人们以他们不想要的方式行事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痛苦 贫困和死亡 问题媒体的根源是政治 而不是经济 市场擅长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并不为建制媒体或政治阶层开脱罪责 正如其他人所清楚地表达的那样 他们从这种政治化的媒体环境中获益良多 而我们则付出了代价 但是政治扭曲了人们的媒体消费 推动他们消费在重要的问题上证实其偏见的内容 这些问题与他们无关 鼓励他们将这些错误决策推向真实世界并以枪支为后盾 以及使他们免受错误的直接成本 为什么我们会期望这样会好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